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塞 这是刚刚下完雨 哈喽 大家好 今天的北京特别特别的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下完雨 然后天气呢 也非常非常的凉爽 今天我想带大家参观一个地方 就是我平时工作的一个地方 对 这个就是呢 是一个工作室 也是一个录音棚 然后是我们歌手 就是每次录歌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来到这种地方 然后这边就是吧台 然后呢 看 正在网上看的就是我 最新的专辑的主打歌歌颂的MV 在一整张的这个专辑里面 其实是一共用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然后也是非常的难得 然后也每一首歌我相信 都会非常非常的好听 大家也都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能多多的支持 我这张2020年最新的一张专辑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为大家 参观一下 录音棚 走 这个就是二楼 这就是做过的唱片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在这儿办公 这是他们的工位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最为神秘的地方 就是歌手录音的地方 录音棚 这边就是我们的操控间 录音棚的一部分操控间 音箱 电脑 然后画放耳机 等等等等所有的东西 然后控制器 这个电视是干嘛用的呢 其实有些时候是跟里边歌手 他能够看到里边歌手的那个状态用的 来 我们继续往前走 慢一点 好 你看我一边说话 大家一边就能感受得到 就是我在外面跟在里边说话的那种动态 状态都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我们录音棚的人生录音间 这个录音间为什么说话会是这样呢 你看有很漂亮的这种装修 它其实它的漂亮并不仅仅是为了美观 最重要的是升学设计 为了更好的采样 为了人生更干净 更纯粹 因为它这个墙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这个屋子里面 曾经是三十平米 或者是四十平米 那如果做完整个的这种升学的话呢 大大的增加了 大大的减少了它的这个面积 因为它这个墙就非常非常多 好多层 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 看到的也就是十几平米吧 还有上面 这只呢就是电容的麦克 那在录音棚里边我们会用到电容的麦克 那么像现场演出的时候 基本上吧 会用到的是动圈的麦克 但是我那只小白 是电容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耳分 就是它可以插很多个耳机 然后你来控制音量 然后这就是耳机了 这个也是跟我家里那个应该是一样 然后基本上都是在录歌之前 调整好你的这个高度 戴上耳机 然后词谱 然后就会放在这儿 然后就可以跟他说 你耳机里面到底要什么东西 有的人呢就属于是 我只要这个人声 sorry 我只要人声 还有这个歌的伴奏 然后还有呢就是要这个点儿 还有里面还有这个报号 就是Q麦就one two three 这样的就是都不太一样 然后呢你感觉你的人生小的话 你就跟录音师你可以讲 这个人生大一点 然后混响大一点小一点 对这样 基本上吧 就是一种这样的流程 我睡在过这儿 就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吧 我住在录音棚里面 空气不是很流通 当年啊 然后就会拿一个就是吹空气的那种 就类似于像鼓风机一样 然后晚上就可以 无限量的所谓的练歌啊 对这样 然后除了住在棚里面 我觉得我在棚里面 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疯狂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工作的地方 就是很爱护它 这张专辑是从几百首歌里面挑出来的 首首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有关于生活的 有关于童年的 有关于爱情的 我提还是要歌颂生活 因为一切都是源于生活 生活带给你的一切 每个人他都与音乐是有这个缘分的 只不过说当我长大的时候 我发现我可以走这个专业的这条路线 对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唱歌 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契机 然后就开始跟老师住在老师家里面 然后每天上了很多课 每一生的也学 民族的也学 通俗的也学 那段时间其实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我更愿意去享受在录音棚里面 或者是说在现场演出里面 你创作歌曲的那种过程 如果说拍MV真的 我真不太会演 就是突然来一个表情 或者是在导演跟你讲 你想象的是怎么样 我想象不出来 但是在音乐里面 我就能哇 很自由 就是如鱼得水一样 很能够在舞台上 或者是在录音棚里面 让自己发光 我觉得在表演上面 我是暗蛋子 所以我放弃了 一个是工作 一个是生活 它是两码事 不应该把它两种状态 搅和在一起 所以你说生活重要 还是工作重要 都重要 目前为止我觉得我最开心 最幸福 最好的一种状态 如果要是没有了疫情 会更好 我也是烧了很多的设备 什么蓝牙的 无线的 有线的 然后入耳式的 包耳式的 然后以及监听式的耳机 都不太一样 都很多很多 每一种耳机 每一个品牌 都有它独特的那种味道在里面 对 就是很爱 就像 就是听到 最好的声音 老这种东西 我们要接受它 但是摔这个事 我觉得我们可以 通过自己的状态 来去调节 我们如果说每天 都是非常积极向上 然后每天都 让自己很开心 我觉得这个 就避免了摔 去感受你身边的美好 把身边的美好 捡起来 把一些生活的糟粕 扔出去 每天开开心心的 努力赚钱 我今天其实 我只是带了 冰山一脚脚 对 然后你看 这个是我常备的 就是唇膏 一个小知识 我要分享给你 免费的 拿去拿去 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就是嘴的声音 或者是口水的声音 会很重 你看 就是在咬字的时候 就会有 如何的去去除它 交给你啊 抹它 就可以避免掉 那种就是 嘴巴的声音 然后口齿的那种 水的声音 对 然后还有一件就是 我这个 哎呀 这件衣服是我 特别特别喜欢的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哎 它其实是专业的防车的赛车服务 因为我平时非常喜欢开卡丁车 卡丁车的这个服装要比它要更加经济实惠一些 然后这个呢 就是它有那种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标准 一定要有那种就是防火的啊 它起到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么一个作用 其实还有很多了 像家里收集的一些黑胶唱片啊 然后以及小的时候 卡带啊 啊 你就好多好多 歌颂给它做的就是很远 嗯 空间很大的那种 就飘在上面那种感觉 以上就是我平时录歌的一种状态 分享给你 然后也感谢大家收看 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了 拜拜 这是一个简单的小情歌 我想我很快乐 当一个歌颂者 有歌颂 有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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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怂啊 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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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歌一哼就能笑出来呢 我唱歌其实 你让人开口笑这个很难 但我会努力的 让你们哭 谢谢 好不好 啥歌呢 我相信 哎 我想现在如果看咱们这个采访的人就 就是 弹幕就来了 什么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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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